國內的新冠疫情拉緊報 一口氣破了兩百例 本土八十三例是創九個月新高 境外移入則有一百二十例 而其中本土病例 在各縣市是多點爆發 桃園的大潭電廠爆發 移工群聚一口氣是新增了 五十二人確診 基隆警察群聚也持續擴大 新增十九人確診 累計是二十七人染疫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本土的疫情再起 邊境的檢疫縮短為七天 恐延後上路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拉緊報 各縣市多點爆發 二十七號周日一口氣暴增八十三例 創去年六月二十七號八十八例 以來的新高紀錄 也創九個月以來新高 其中新北樹林某科技場群聚 新增兩例 基隆警察群聚相關新增十九例 高雄化工廠群聚新增兩例 另外新增兩起感染源不明群聚 一個是臺東悲南家族群聚 有四人確診 內閣則是新竹桃園大潭電廠相關 共有五十二人確診 包括五位本國籍 及四十七位泰國籍移工染疫 另外最新定序結果也出爐 台北市聯邑和平院區染疫護理師案 二二一七八定序結果證實 與曾經接觸過的馬來西亞境外移入個案相同 至於高雄化工廠群聚事件 最新定序發現此案為Omicron分支 BA.2的全新序列 也是全臺第八起 BA.2傳播鏈 目前國內不明感染源傳播鏈 還有九條 陳時中提醒民眾 防疫心態不要鬆懈 要戒慎 但不用過度緊張 不過他也坦言 邊境檢疫縮短為七天 恐怕會延後上路 近期本土確診個案增加 外界關心第三劑疫苗接種後滿三個月 是否要讓全民打第四劑疫苗 陳時中強調還要再觀察其他國家施打的情況和效果 再做專業的判斷 記者那說明 蔣龍翔 她報導